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还好对于台湾的影响应该不至于太大的 在于降雨方面我们从雨区暴图上来看 由于晚上开始东北季风增强了 因此在整个东北部地区迎风面地方 这个雨势会开始下下来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要晚一点回去的话 记得细带旅剧啰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今天在基隆台北跟新北市是多云的 天气温度是23到26度 桃园 新竹跟苗栗 倾道多云 温度是22到27度 台中 彰化跟南投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 高温来到27度 至于在云林云量稍多 在嘉义跟台南倾道多云高温27度 在高雄是多云到晴 屏东云量比较多一点高温28度 而东部地区要注意 宜兰华林跟台东通通会有降雨 温度是21到26度 正月外岛地区来看到 马祖 金门跟澎湖都是晴道多云的天气 马祖的温度比较凉一点 是16到19度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